哈喽大家好,我是彩虹,欢迎收看彩虹姐说三国杀的新一期视频 不知道大家这个国庆过得怎么样了 反正不管了,国庆都已经过了 那就是2015年所有的把丁假期都过完了 那想要放假,那就要等到2016年的元旦开始 那好了,闲话不多讲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把录像 第一把录像 标题啊,就是假大爷 主攻选了主流主攻小胖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选将框 我们既然是忠诚啊,是三号位的忠诚 我们可以选曹王 我们可以保护一下主攻 毕竟我们有减一码,然后我们可以保护主攻 主攻啊,毕竟还有享乐啊,然后我们在那个祭阳啊,给他当闪啊 或者我们那个祭阳跟他刷刷牌啊,搞搞鸡啊 这个包括这个选一个诸葛亮啊 这个包括假许啊,但是主持角玩家好像选的是假许啊,那我们来看一下 诶,这个逗区区的主攻啊,还是蛮好看的 逗区区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降面啊,这个大嘟嘟啊,那就不用看了,这个大嘟嘟肯定是反贼啊 嗯,哎呦,这局啊,除包括我们之外啊,包括主攻 这个周鱼之外,场上的包括我们啊,就是六个人啊,都是中内联啊,都是中内联 这个小胖菊啊,那个貂蝉是中啊,那肯定是不用看的 哪怕是张和李啊,这个远位的诸葛克啊,这应该是中内啊 包括这个留表是中内呢,已经是很长时间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主攻,我们主持角玩家啊,还有一张蓝蛮啊,那个配合开大 那肯定是收益大大的啊,收益大大的 这个主攻啊,开始谁都没放权啊,这个有蓝蛮,那好评啊 你开蓝蛮就是为我们打工啊,那我们身为忠诚啊,那你打工一下啊,不要紧啊 那不要为内奸打工就行了啊,那我们手里还有张蓝蛮 那个开出去啊,那肯定是收人头啊,这个借周瑜啊,那个斗主攻了 那果然猜得没错啊,是个大幻影,这个诸葛克呢,给他无限了啊 那应该是忠诚,应该不是内奸了,内奸的话也不至于跳这么多 这个诸葛克的奥才还是蛮严密的,我们开蓝蛮啊 哎,他是火杀周瑜啊,火杀周瑜好处 哎,说实话,这里可以先顺一下他的手牌啊 给他赶也没必要顺啊,顺一下他的手牌,他 他应该是没,万一我们顺到九人了,万一刚刚我们顺到九人了 那周瑜死了啊,周瑜死了 没死,不要紧啊,没死我们,我们决斗啊,我们先把成功收了啊,成功收了 你看,这还,桃子不要了啊,我们封骚一把 可声量,那内奸都死了,那诸葛克肯定是忠诚了 那我们已经杀过了,那会贴一下张河 这个张河里还臭的很啊,还有桃子啊 那,不是被我们收,就是被朱格克砸死啊 这小方你也没支援,那你还要直接把他的人王盾卸了啊 你这个太风骚了,万一,万一朱格,朱格,不是说,我们万一,万一我们断杀或者是朱格克被冰了啊 那,第一局就是这样赢了,那我们为后面的两局啊,搏个好彩头 第二回合啊,第二把,那就是一个太后啊,太后内 我们看一下那个内奸的选项框啊 哎呦,这个内奸的选项框呢,还是 这个星彩啊,太后啊 曹王的话也可以当内奸啊,包括这个董胖子啊 毕竟董胖子当内奸呢,血多啊,而且还存得了牌啊 那我们看一下主持角玩家选谁啊 这个主持角玩家呢,选的是太后啊 这个太后当内奸呢,那肯定,那不是一日两日的事情啊 哎,你这个主公,起手就忙我们啊 我们都没次离酒,你直接忙我们干什么 没次离酒,那我们肯定是中内脸啊,你直接忙我们 醉我温柔香 这个土豪武将陈琳呢,去打了小胖啊,是个大胖 啊,不对啊,我们身为内奸啊,都是大欢迎啊,都是大欢迎啊 但是我们需要和忠诚啊,反贼啊,合作啊,合作 没得合作,我们一个人就势胆力薄啊 这个我们去忙了一下光头墙啊 极客涌来 他就看了一下刘山的皮图啊,那应该是个大欢迎 这个黄盖啊,那应该是忠诚啊 你干我一下,那我就要顺你一下,我要报仇啊 还干,还杀了你一下,那应该是个忠诚啊 这个三国山啊,带琴去玩的话就没意思啊 这个你是忠诚的话,哎呦,这个,这个黄盖玩的六六的啊,玩的六六的 来了一个方天一艘死瑞啊,方天一艘死瑞 这个我们好像还没刺过毒啊,我们还没刺过毒 现在还跑远啊,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反正他,他连主弓啊,他还就是个大欢迎 连舟而行,动水尸可破 这个礼儒菊花露出来了 这个一般礼儒,啊,这个是新礼儒啊 这是改版之后的礼儒啊 这个礼儒呢,一般都是来坑主弓的啊 应该是反贼啊,应该是个大欢迎 如果礼儒死的话,场上最妨碍我们控场的应该是流风的啊 应该是流风了 这把陈琳自死了,那我们收三张人头牌 再三张七浪牌啊,三加三 那收礼儒也是啊,收礼儒也是 那我们一把牌啊,那能 选择去打黄盖啊 说实话,这里可以不用打黄盖 可以打一下刘峰啊,打一下刘峰啊 因为刘峰的话 如果黄盖有人,肯定会有人帮我们打的 这个诸葛克他没必须 他肯定会帮我们打黄盖啊 这次那个诸葛克应该不妨碍我们控场 其实这,现在防我们控场的就是,拿刘峰 是个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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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我所约 你逆拖的再多啊 你逆拖的多 那我们可以无消耗杀女啊 无消耗杀女 可是这个刘峰啊 太闲出手了 把我们的解一马扒了啊 你哪怕把我们的连弩扒了都没事啊 哎,这里问一下啊 彩虹问一下 这个太后如果跟刘峰决斗啊 然后如果大家拼杀啊 那太后能不能使用 能不能使用这个义来跟他杀啊 这个答案是不能啊 这个刘峰呢 那个义呢 写得很清楚啊 当你那个要那个什么 那个要杀女的时候 那个基督派的是使用啊 那个使用杀啊 然后那个决斗呢 是打出杀啊 这个概念要搞搞清楚啊 那个使用和打出是不一样的啊 包括那个 哪个 包括那个土豪武将封号啊 你楼那个蚕食了 蚕食了之后 那个决斗拼的杀啊 那是不用额外气的啊 这个搞搞清楚啊 那没距离啊 这个三张杀啊 还有张格 如果有距离的话 这个刘峰啊 肯定是死的 这个形势啊 对我们不是很有利 和下个人的贴面 对我们不温暖的 这是可以吗 尽管他 好 有点 有点 好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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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攻选了戒曹操 说的话这里当内奸的武将要么流氓云或者是戒路神 但是如果是选戒路神那就是打强将啊 那如果要打配合那就选戒高低思路啊 那你内奸的话当然要打强度那肯定是选这个标路神啊 哎可惜他呢选的是戒路神 我个人觉得如果内奸的话还是选那个标路神啊标路神 毕竟那个不能顺不能乐啊 哎这个主持久玩家的起手啊用刷刷刷刷牌大法刷了一下 我们分析一下匠面啊 这个鲁大师啊这个坑一下主攻呢肯定没问题的 包括这个离婚禅啊这个戒曹操啊你选离间禅的话啊他还是能尖熊啊他不拿那个牌我们从排队摸一张牌啊这个贴边位的点围啊这个别以为不认识啊他骑类匹马别以为他是庞德啊贴边位的点围啊那应该是个大汉营啊这个孙笨啊那就是中内脸啊 中内不解释啊不解释啊不解释 这个我们起手刷牌刷到了AK-1嘛这张闪是不是有点卡别赢了啊但是没关系啊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 哎猜的没错啊点围看来就是一杀一强袭啊吃我一击 英雄者胸怀大致啊曹操啊借曹操就直接从排队拿了一张牌啊拿了一张牌哈就是孙笨啊 那就杀主攻了那肯定是个反贼了你说你普杀一下主攻的话就不一定是反贼 你们打吧帮我们打打工啊帮我们打打工啊帮我们打打工只要别把子宫的血线压下来就是 说吧这个反贼三连洞啊那离婚禅应该是反贼 那鲁素不死何以灭天下呀可惜啊这个牌臭的很牌臭的很牌臭的很 连莫两张闪 哎你说你选个标路神的话这个连路他就顺不掉了啊顺不掉了 虽然那个借路神啊打配合还是不错的啊 但是这个内阶的话不需要打配合你需要强度啊打强度啊 这个身边跳跳大好人啊也跳个打忠诚啊是个好好事啊 你至少可以把那个鲁大师的血线压下去啊 你看貂蝉啊这个刚刚徐树顺我们啊也是个打配合啊 也不对啊 这个是这个干我们肯定是坏人了 这个貂蝉不知道怎么动啊 这一个你还真不如选一个离间貂蝉呢 真不如选一个离间貂蝉 现在我彩虹说一下这个现在的节奏啊 你选离婚貂蝉说的话也没多大作用真心没多大作用 我说实话真心不如选一个离间貂蝉啊 这个离间貂蝉就是稳定一输出啊稳定一输出 你离间两个男人啊那肯定有一个男人是必掉血的啊 别扯淡说有多少杀有多少杀啊 那肯定你一离间下去肯定两个人至少有一个人会受血扣血啊 这个离婚离婚啊希望那也别扯淡他了 我们就指望这个孙权啊帮我们打大功吧 指望孙权帮我们打大功 欲却按着红彩之质 眼雀按着红湖之质 这不是那个乘胜欧猛里面的那个史记里面 乘摄世家 初中里面大家都学过 这个大师不死啊 那孙权的好牌啊 那肯定都没有了 那你死了吧 所所连环所一下啊 所徐胜 哦徐胜 哦不是徐胜啊 徐树啊 不连 你看孙权手里肯定有好牌啊 孙权手里那个桃子估计不止这一个啊 这个我们留一张杀好吗 你看这个雕权你真那个翻面你基本就是人家过两轮你才动一轮啊 说的话你今天的牌也不一定是质量也不是很好 你真不如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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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见面撸一半 你看 你这个点文牌都用你孙权有再好的牌又不 哎又有连续了 那我们能暴力把啊 希望暴力把这个把场的场子都都扫了啊 可惜这个牌队啊 还给他骗过一个兵啊 这个太臭了 哦 这里的突破口啊 那就是鲁树和虚树啊 这两个树啊 嗯 这两个树是 这个鲁树和虚树啊 那就是反对的突破口啊 这如果突破的话 应该能好打一点 嗯 无限啊 给我们自己无限 我们虽然 我们路神啊 虽然是个半个卖血能降啊 那卖的太多也不行啊 卖的太多也不行啊 这再不死啊 鲁大师你再不死啊 哎 这个虚树啊 你不要出闪啊 出闪 你就自己打脸一下啊 不要问为什么 打 打完之后啊 那你以后就知道 选熟是虚树啊 那个锦囊上看 你就可以不用出闪了 我们迈一下呗 那还能怎么翻 哎 这个迷魂迷魂雕产就不 那就好评一下啊 没杀 一手啊 那肯定让我们收一个啊 让我们收一个啊 这个孙权的牌里实在太好了啊 这个牌实在太好了 接下主攻的刀刀一下 再无限本 这个铁锁啊锁啊 不要重铸啊 那个不要贪图一张杀啊 这个我们爆发起来 那排队有多少张杀啊 都是我们的啊 这个鲁锁死了 那我们就好打了啊 我们就好打了 这个南蛮啊 可以开啊 可以开啊 就把盾 不是盾 好 点围的血啊 压下去 那点围 那我们要控中城了 先把生笨收了 先把生笨收了 这个还不死 我们 南蛮入侵 那还不是我们赢了 还不是我们赢了 这个 你说一下啊 这个路神啊 内奸选路神 那 实在是选强将啊 选强将 你也选标路神啊 那如果是中城 可以选戒路神啊 包括这个 包括你这个八号位的离婚禅啊 你哪怕选 你选个离间禅啊 你选离间禅啊 你选离间禅的话 这 什么点围啊 孙策啊 这个鲁树啊 那肯定会死啊 肯定会死 你哪怕给主公送个人头啊 这个孙笨在场 那没事 你让他激扬 如果离间鲁树和孙笨啊 你让孙笨激扬一张牌 他拿那一张牌 质量不是很高的啊 不是很高的 这如果我们突不了主公啊 那如果主公有一张王头的话 那我们就死了 我们就死了 看下主公还有一张怎么摆 还有一张顺手啊 他如果有一张头 或者哪有一张九 那我们死了 嗯 好了 那废话就不多扯了 那在结束之前呢 彩虹者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投稿邮箱啊 这个投稿邮箱 你们看视频的 可以用暂停大把 暂停一下 然后看一下 呃 记一下 然后给彩虹踊跃投稿 嗯 那好了 那就是传说当中的 谢谢大家了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